我们今天要出发去杭州 去干嘛呢 去学习 Taxi 哈喽 到机场了 走 这是我们移上新的三峡机场 比以前更大气 我现在去办紫机 把那个行李托托运 我以为托运都是免费的呢 那是机票呢 所以大家在买机票的时候看清楚了 有的机票它是不含托运费的 所以这个托运需要另外交费 机票已经拿到手了 现在去登机室 你把我们厂的产品拿出来干嘛 打广告啊 消毒呀 一二一 一二 我们已经过安检了 然后刚刚发生一件事 因为我带了一瓶这个刺绿箱放在包里 过安检的时候 安检员说要我马上拿开看一下 一会就过了 说明可以带上飞机的哟 这是我们自己厂家的啊 雀小康 棉洗手消毒液 可以带上飞机 看看窗外 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是那个通道 走走走走走走走 然后上这个飞机 他就静静的呆在那里 仿佛在说 范威你快来一样 检票了 检票了 要登机了 要当皇帝了 机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 检票成功 我跟你们说 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超级紧张 飞机在空中 飞着飞着飞着 啾 这样子 很刺激 但是你什么也做不了 三可哟 上飞机 9A 哎呀又是次郎吗这里 哎我是9A 我坐了今天 不讲到你 终于动起来了 加速了加速了加速了 哇这跑得多了吗 哎 一起快快快 好快呀 哇 这样就上天了 警察孩子家长招牌 你的孩子跌波前接 卫生机暂停使用 这么快就睡着了 飞机即将走路 这就是杭州 直播带货的中心地段 密密麻麻的 看到没 这就是我给你打开打江山 吹牛不打草稿 这个人 吹牛不打草稿这个人 要降落了 要降落了 哦 OK 安全着陆 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我们现在出去拿行李 到三楼出发城坐专车 是在等我们啊 你去上厕所 我去拿行李 哦 行李从那边出来 然后在这个传送带上 转呀转呀转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把行李拿走 来了 出发上三楼 三楼 三楼 三楼到了 然后呢 然后她说三楼去干嘛 不知道啊 那个出发城 是在哪里啊 这边叫出发城啊 我们在11号 哎呦 哎呀 跟武汉的很像 大活了 人家一个行李提起诉 就已经有 有我们移昌机场那么大了 对呀 哈哈哈哈 亲爱的 六一一一五二吗 上车 到了 哈喽 我们上车了 行行行 你那边是订了酒店吗 我们这边自己订了 酒店的话没有订了 啊 那就好 我怕订重复了 哎 行行行 好 谢谢你啊 我担心她帮我们订了酒店 因为我自己是订了酒店的 所以打电话确认一下 终于到酒店了 给我 方方在哪个房间 我不知道啊 我们先办入住 芝麻开门 我看到一个好东西 这个送餐机器人 这边有个门 门打开以后 设置楼层 她就会自己送餐 现在这个东西特别普及了 去七楼 我现在好想喝水 我这么长时间都没喝水 好渴啊 七二六 房间 你这几天在杭州干嘛呀 我一个人呆着呀 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跟方方约好 到杭州一起来学习 刚好呢 她比我们早几天过来 叮咚 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睡觉的地方 哇 你看这个 这也太过分了吧 这这这 哦 这上面有个链子 只要是没有链子好过分啊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去吃饭吧 moment later 小星星想我们了 他放假了 你们一定要带上他好不好 爸爸妈妈在杭州学习 过两天就回来了 给你带飞机回来 到底是要飞机还是要车 飞机 好的 我知道了 小星星想要飞机 我们现在来到了万象城 我现在发现这边真的是大城市啊 你看看 你看那个楼起码得五千块吧 五千块搞不下来 你看这边高楼 高楼高楼高楼 我感觉我身边全是这种高楼大厦呀 但是我们一唱也不差呀 嘿 有个大城堡 可惜我儿子不在 还有套圈游戏 光线打的蛮好嘞 气球射击游戏都差不多嘛 不行啊 太冷了 待会儿我要去买一件外套 妈妈有库起 六百块钱可以搞得定吗 六百块钱给你看一下可以 库起很贵吗 它比森马还贵吗 终于到了 我的妈呀 我觉得我们一上也可以引进这个呀 可以 可以吧 这怎么做 你做哪里呀 盘腿而坐吗 哦 哦 下面是空的 人均五百多的日本料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帮我把手擦一下 这边是自煮餐啊 想吃多少就点多少是吗 二十之前 是的 这是什么 和牛 和牛 味道好淡的 感觉跟没方言一样 这是什么 清蒸蟹饺饺 清蒸蟹饺 感觉像粘刀啊 请问这个生的怎么吃 搞不懂 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也不晓得 又上了一道菜 这个叫小青龙 这是生蚝 亲爱的 你吃 这个是鱼子酱 待会儿会有厨师过来帮我们剥 我这辈子第一次吃 生的小龙虾 这不是小龙虾 好吃吗 一点腥味都没有 就是这种口感感觉很奇妙 还不错还不错 我给你剥一个 我不要 你尝一尝 我不吃 伟哥伟哥 吃一下这个鱼子酱 怎么吃 用嘴巴吃 有什么感觉啊 就是就是咸的是吧 就是入口即化嘛 这个是什么虾 新西兰熬虾 嗯 新西兰熬虾 对 谢谢 这个肉一看就很嫩 我要吃一下这个 来 哎 这个要重新拿个碟子吧 哇 好软弱啊 感觉不到腥味 这个是海胆 工作人员说这个是麻风胆 这个季节的 你尝一尝那个麻风胆 就是那个麻粪胆 就是算是那个 麻粪胆 对 麻粪胆 哈哈哈哈 我瞬间就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方方又点了二十只甜虾 大家看一下这个 表面上看是不是像樱桃 实际上它是鹅肝 来尝一尝 颜色好高啊 真的 外面这一圈是拉丝糖 糖是如何做的这么细的呢 这摆盘懂不懂 不是很懂 啊 吃饱喝足了 这绝对是我吃过最奢侈的一顿饭 人均五百 好贵 回去休息咯 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我们 给大家平等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